好 又到了深海氣象的時間了 週末的假期 天氣如何 來請教氣象主播羅伊 羅伊 請說 Go Paladu 原式氣象 不管晴天雨天原式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瑞伊 今天是一個月新的開始 不過回顧這週天氣 就像是在夏天和冬天之間來回擺盪 而今天許多地方的平地地區都降到了10度以下 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透過圖卡一塊來了解了 北台灣其實在昨天入夜之後 就已經能夠感受到這波冷空氣的威力了 指暴性的台北側站在今天清晨已經降到了11.5度 就達到了強烈冷氣團的標準 而這圖卡上的資訊來看 我們可以注意到 其實在下午1點的時候 整個平地地區都是一片綠油油的 就表示這溫度大約是落在11到15度之間 而在南高平地區這邊的氣溫 這邊的顏色是稍微的偏黃 代表今天高溫其實還有22度左右 但比較不一樣的是 北台灣的幾個地方 像是在我們新北的富貴角 就是呈現了和我們高海拔山區一樣的 10度以下的藍色 而平地地區最低溫更是降到了9.2度 而這地點則是出現在桃園的楊梅 氣溫和昨天相比幾乎都是對半坎 而溫度降幅之所以都會這麼劇烈 除了強冷空氣之外 其實還受限於這雨量的牽制 我們透過圖卡來了解了 從色調強化的領頭上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封面繼續通過之後 不過我們台灣上空還有從華南這邊 不斷延伸出來的水氣再移入台灣 所以今天包含了我們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都轉為有短暫雨的天氣形態 而直部地區靠近山區 單點的雨勢也比較大 像是出現在我們台東成功 以及花蓮的馬太安 整天的累積雨量都超過了50毫米 而這接下來等到明天的時候 從華南這邊移過來的雲氣會稍微的減少一些些 但是整體來說這邊的水氣依然是偏多的 所以說天氣依然不是很穩定 只是整個降雨的範圍 降雨時間還有雨勢都會比今天來的縮減一些 一直要等到禮拜天的時候 水氣更少了西半部部分 這個天氣就能夠率先的恢復穩定 直證一下基隆以及東半部地區 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降雨 而在溫度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除卡上這個紅色的代表的是 北部以及宜蘭地區 和我們昨天相比 這高溫其實降幅超過10度之多 而這波最冷的時間點就會落在 今天晚上深夜到明天清晨這一段時間 到了明天白天 北部宜蘭高溫依然是不到14度而已 所以說這水氣還有降溫的時間 有搭配到的話 禮拜天清晨之前 中部以北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就有機會可以降到降雪了 一直要等到禮拜天的白天之後 氣溫才會有感回升 而至於遠鄉地區更詳細的天衣資訊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市自牡丹滿洲 是多雲的天氣氣溫落在14到22度之間 台武來一春日有短暫雨勢 氣溫落在13到23度 有3到4成的降雨機會 三地門屋台馬家 雲量更多 水氣也更多 氣溫落在13到21度 高雄的懸香地區 氣溫落在7到21度 有6到9成的降雨機會 家裡山氣溫落在7到19度 有8成的降雨機會 南投仍愛於池水裡及信義 明天出門記得要帶傘 氣溫落在4到16度 台中和平落在8到15度 有9成的降雨機會 苗栗南莊試探泰安 氣溫是偏低的 氣溫落在8到14度 有7成的降雨機會 新竹關係殲15風 低溫降到了10度以下5度 高溫12度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整天感受涼冷 有降雨機會高達9成 宜蘭大頭南澳 氣溫落在7到16度 有9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花蓮的部分 新城花蓮市吉安 氣溫落在14到16度 有7到9成的降雨機會 秀蘭及萬榮 9到16度之間 有9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收復封冰 同樣有短暫雨勢 高溫18度 鳳林光復及瑞穗 最高溫17度 降雨機會有高達8成 卓西玉里及副里 氣溫落在4到17度 有3到8成的降雨機會 台東寒線地區雲多多 氣溫落在14到20度 有3成的降雨機會 池上觀山海端及岩屏 低溫11度 高溫19度 陸越台東市及悲南 低溫15 高溫21度 有4到7成降雨機會 台馬里大五金風及達人 低溫13 高溫22度 來的地區 氣溫落在18到21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的連江 金門及澎湖 低溫6度 高溫17度 在3月的一開始 強冷空氣就給了我們一次下馬威 而在明天整體環境 水氣依然偏多 在今天有下雨的地方 明天依然會下雨 而在中部以北地方 氣溫也依然是偏低的 不過很快的 來到了禮拜天 冷空氣減弱的同時 水氣也會慢慢的減少 所以說呢 會是這周末假期中 比較適合安排戶外活動的一天 而新的一開始 也就是下一周 新的開始呢 北台灣呢 也會有好天氣開始回歸了 所以說在這個周末假期 其實是天氣逐漸回穩的過程 但是日夜溫差也會開始慢慢出現 除了需要大家在穿衣上 多發揮一點創意 也別忘了繼續留意最新的天氣資訊 而我們接著再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优优雷